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周刊经爆料,北市府应考量今年是选举年,为了避免双城论坛成为各候选人的造势舞台,甚至突发事端,确定今年的双城论坛不会举办,不过北市府发言人刘亦廷稍早针对此事严正驳斥,强调目前仍在洽谈中没有任何不举办的情形。 近周刊报道中指出,有亲科人士表示今年是选举年,加上双城论坛预定在台北举行,要避免选举因素干扰十分困难,而目前柯文哲和绿营之间的互动,两岸议题十分敏感,加上中国近期权力中心大写牌,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,鼓励美台官员互防等因素,北市府考量后决定停办。 根据风传媒报道,针对周刊报道中提到北市府拟停办双城论坛一事,柳怡婷表示,北市府从媒队外发布双城论坛将停办的讯息,双城论坛目前仍由双方幕僚洽洽谈当中没有任何不举办停办之情况,对于媒体报道未经查证,市府则表达谴责与遗憾。 请不吝�